这次的主题就是圣经预言四个国直到耶稣降生 这个是一个用预言来传呼音的方法来的 圣经里面很详细很清楚预言很多东西 给我们看到圣经的可信性 历史的背景就是这样的 当时以色列人因为不听话 就被巴比伦令他们忘了国 由大人当时分裂了北国和南国 北国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已经忘了国了 由南国最后都是忘国 就被努到巴比伦 被努到巴比伦的时候 就有一个年轻人叫做弹尔利 弹尔利很爱神 而且他时收到异象 时收到神的带领 当时巴比伦的王尼布格尼山 他就发了个梦 他发了个梦就见到一个人像 好像这里的左手边的人像 就是金头银空铜腹铁腿 但脚是半泥半铁 然后有一块不是人手所做的石头 打在这个人像的脚那里 它就粉碎片满天下 那王发完的梦就不记得了 他就叫了全国的术士来 他叫他们你要解决 不然我会把你杀死 如果你们都不能够解梦 你真是没用的 当时那些术士是完全没办法的 但他们想到弹尔利就请弹尔利来 弹尔利去求问神 就解释这个梦了 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 就是预言到耶稣尼 就是耶稣尼和之前的四个帝国 这四个帝国都是当时统治天下很多国家的 因为在其他的时代 是没有什么国家能够统治全世界 那在最后这个罗马帝国之后 也都没有一个国家是统治全世界的 但是当时来说 它不是真的统治全世界 是统治世界很多国家 那这四个帝国是一个跟一个的 就是预言到将来耶稣尼的时间 好 我们一起读读读读读书二章三十一节 就是读读读读读对王所说的说话 王呀 你梦见一个大将 这将甚高 极其光辉 站在你面前 光耀 对不起 光耀站在你面前 形状甚是可怕 这将的头是精金的 空堂和防备是银的 肚腹和腰是銅的 腿是鐵的 腳是半鐵半黎的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作出來的石頭 打在這像半鐵半黎的腳上 把腳砸碎 於是金銀和鐵黎都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和牆上的康培 被風吹散無助可尋 打碎這像的石頭 變成一座大山 充滿天下 這裏所見的夢就是我所說的解釋這個夢 然後他就解釋了 一起讀 王呀 你是諸王之王 天上的神已將國度權並能力尊榮都賜給你 凡世上非人所住之地的走秀 並天空的非鳥他都交付你手 使你掌管這一切 你就是那金頭 在你以後必令興一國 不及於你 又有第三國 就是同的 必掌管天下 這裏講到第一個國就是巴比倫 你就是個金頭 巴比倫其實在古代是非常輝煌的一個城市 一個國家來的 它很出名 巴比倫有一個空中花園 在古代奇特的建築物之一 它不是真的掉在空中 即是建了一個花園很高 一層層上去 你就是個金頭 在你之後令興一國 巴比倫是一個帝國來的 它是統治不同國家 下一個帝國就是波斯 馬代波斯 它是兩個主要國家合併的 馬代波斯 然後第三個國就是同的 必掌管天下 這裏很特別講到它掌管天下 之前的也沒有講掌管天下 但這一個是特別講到掌管天下 這就是希臘 為甚麼令到它能夠掌管天下 因為希臘有一個大帝 我覺得大家都聽過 阿歷山大帝 他是很年輕的 他二十歲就開始打仗 他就帶領人出去打仗 出去打了很多地方 真是當時這個世界 當時的世界版圖 有好多地方被它打了 是很年輕的 他死的時候也都很年輕 在十多年的時間打贏很多地方 這個就是 聖經講明它是掌管天下的 好了 第四國 一起讀一下 第四國 必堅壯如鐵 鐵能打碎克制百物 又能壓碎一切 哪國必打碎 壓制烈國 你既見像的腳和腳趾頭 一半是搖像的泥 一半是鐵 哪國將來也必分開 你既見鐵與泥參雜 哪國也必有鐵的力量 那腳趾頭既是半鐵半泥 哪國也必半強半弱 你既見鐵與泥參雜 哪國民也必與各種人參雜 卻不能彼此相合 正如鐵與泥不能相合一樣 當那獵王在位的時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 永不敗壞 也不歸別國的人 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 這國必傳道永遠 OK 好 我們就會看經文 大家的麥克風可以準備好 有些經文上的問題 我就會問大家 大家去留意那個經文 首先我們講到 第一個國就是巴比倫 第二就是馬特波斯 第三就是希臘 第四就是羅馬 剛剛我們講的第三個國就是希臘 然後第四個國就是羅馬帝國 我現在問一下大家 經文找得到答案 就講到這個國家 它的特色和其他國家的特色 有些甚麼不同 它有這個不同帶來甚麼後果 大家可以由經文去回答 其實很明顯 這個國家有些甚麼強勢 有些甚麼力量 這個國家 今天 堅壯如鐵 能夠打碎 克制法 即它逢打必贏 會否覺得是 是 由它達到甚麼結果 這個結果就是可以控制列國 是 它能夠打碎 壓制列國 羅馬帝國和以前幾個國家比較 它是領域最大的 它連歐洲的地方都管理了 包括英國的部分 英國的部分都是被羅馬帝國統治的 好了 講到它是半鐵半泥 這個半鐵半泥帶來甚麼後果呢 會分開了 是 會分開了 大家有沒有讀歷史 西方歷史 讀到羅馬帝國分開做甚麼呢 有沒有印象呢 很多人讀歷史 因為沒甚麼興趣 所以讀完又忘記了 分裂為東西羅馬帝國 是 非常好 祖長其實知道答案 因為我們在祖長開會已經談過 但他是沒有上祖長會 但他讀書時記得 我自己都記得 我自己都記得 有些東西都記得 讀書的時候我都記得 那就是講到它會分開 很特別的 講到羅馬就會分開為東西羅馬帝國 有左腳右腳 那手臂呢 又是有左右手的 那在波斯馬代呢 就是兩個很大的帝國合併 就是剛剛呢 波斯馬代就是兩個很大的國家合併 成為波斯馬代 所以有左和右 而腿呢 又是有東西羅馬帝國 所以呢 又是兩條腿的 但其他是合一的 巴比倫和希尿呢 是合一的 好了 跟著繼續講下去了 講到這個半鐵半泥 除了會分開之外 還有什麼 分開之外還有什麼特質呢 其實大家看經文就可以回答 有什麼特質呢 還有兩個特質的 半強半弱不能被此傷口 好 你解釋一下什麼意思呢 大家有沒有看過羅馬電影 有沒有看過羅馬 當然它不是羅馬文的 用英文的 有沒有看過羅馬電影 即是關於羅馬兵那些電影 有沒有看過 奔虛 是的 奔虛 其中一個 羅馬電影呢 那時候見到一些戰車 有些戰車 那些馬呢 拖著戰車這樣 那些 他們鬥那些戰車 還有羅馬呢 又很出名 那些軍人非常之勇敢 非常之勇猛 也有鬥獸牆 有沒有聽過鬥獸牆呢 還有他們也有殺害人 非常殘忍的國家 他就說到它是很強 那為什麼會半弱呢 這個在歷史上大家會知道 如果大家讀歷史 為什麼半弱 為什麼是半弱呢 有沒有人知道呢 那我講給大家知道 他半弱的原因 一個呢 就是因為羅馬帝國呢 後來呢 它一路分裂 即是說 初頭分開東西羅馬帝國 而後來呢 那些不同的國家都要獨立 所以西羅馬帝國 是早分裂過東羅馬帝國的 在476年就已經分裂了 分裂了已經不再存在 而東羅馬帝國 到一千四百多年才分裂的 它逐步逐步變弱 這是其中之一 第二呢 就是羅馬那些王呢 是很特別的 那時候我讀歷史的那個老師 他講的 那些羅馬王呢 那些羅馬王怎麼做王呢 通常都是殺了之前的王 跟著呢 殺了人之後就被人殺了 他說呢 Kill should be killed 即是他殺了人 跟著就被人殺 即是那些王呢 有一個很短的時間 他在位一段短的時間 他就殺了之前的王 跟著他做了王 做了王之後 沒多久又被人殺 這個呢 就在羅馬帝國裏面有的情況 其實他在很多地方 這個程度是不穩定的 那些王是不穩定的 好了 講到這個 另一個就是 彼此不能夠相合 不能彼此相合 因為羅馬帝國就是 很多民族 它的版圖非常大 但待會大家可以看一幅地圖 我給大家看 這裏呢 可以看一下巴比倫 這個地圖不太合比例的 大家看到這個 巴比倫的地圖是壓軟一些的 它的領域不是很大 但這個波斯馬內是大很多的 然後呢 下面就是希臘 希臘那裏的地圖 你們都看清楚一點的 它的版圖是很大 而最大就是羅馬帝國的 你看到它歐洲 和東面都全部都攻佔了 所以是個非常強的國家 它很多民族在一起 而羅馬帝國有時用一個方法 是怎樣呢 因為太多地方它管不了 它就讓那個地方的人去管 然後它們總之每年交稅給它就可以了 所以變成了 其實它們不是很相合的 不是很協調的 不過總之交錢給羅馬就可以了 譬如很簡單 我們看到在以色列的地方 經常都有反叛的 經常都反叛羅馬帝國的 即是它們不服羅馬帝國 所以它是不相合的 半鐵半禮 在這個時候 神就另立一國 永不敗壞 也都不歸於別人 祂要打碎滅絕那一切的國 這個國傳到永遠 好了 大家聽到這些 可能覺得和我們有什麼混亂呢 我想說出幾件很重要的事情 譬如我們現在國際的形勢 如果大家有上網看YouTube 看不同的影片和評論 是不是發過很多評論 不知道哪裏又開始打仗 哪裏又快打仗 哪裏又快打仗 哪裏用核武 因為實在太多變化 我們知道是將來怎樣的 在聖經裏面 那個時代 雖然不像現在這麼快改變 即現在其實 十年至三十年 我自己覺得世界末期會開始 世界有講到末期 有什麼根據呢 其中一個根據就是氣候變化 剛剛有這個氣候會議 所以他已經講到最近這九年 這個氣天氣已經變得很熱 還有我們在香港 中國都是 這麼多年以來第一次 十一月有打風的 這都是氣候很大的改變 就是這個世界一路變差 是越來越熱 聖經國的末世是非常熱的 所以很大可能這個世界很快改變 是將會進入末期 所以我們一定要準備好 因為聖經講到末期的時候 是有很多災難 敵黨基督的勢力是很強很強 在以前不是那麼危險 即那些情況不是那麼危險 不過都是很不穩定的 你能否有預測幾個帝國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實在無可能的 怎知道預測 例如他預測到阿歷山大 這個希臘就會掌管天下 他怎樣知道將來會有這個年輕人 很年輕的 二十歲開始打仗 二十歲開始打仗 大家見到那些中學生畢業 將他二十歲 入大學時可以將他二十歲入大學 他可以打仗 帶領很多軍隊出去 即他怎樣有這樣的能力 其實當時阿歷山就是帶軍隊出去 他數目並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但他很有戰略 他打仗打得很厲害 是沒辦法能夠預測到這個人 他那麼有勇氣 那麼有策略 其實他打波斯帝國的時候 他人數比波斯帝國小幾倍 但他找到方法怎樣去攻擊 結果是將波斯帝國攻陷 是非常之強勁的 聖經怎樣知道他會掌管天下 這就是個特色 就是聖經知道將來發生的事 後來羅馬帝國他怎樣知道他會分裂 而且誰知道他會半強半弱 又很強 又攻陷很多地方 他能夠克制百物 能夠這麼強勢 但那些人又不相合 他誰知道那些人會不相合 而且會半強半弱 而且他也講到在這個時候 神就會另立一個國 這個國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去不是地上的國 在第四十四節講到的國是怎樣 是永不敗壞的 是永遠不會敗壞 我們發覺世上的國家都會敗壞 很多國家因為不同的原因 有時人的道德不好 有時有些不好的政治 各樣的問題 國家其實我們如果你在網上搜尋 你發覺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有問題 現在是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問題 但這個國家是永不敗壞 是永遠不會敗壞 不會歸別國的人 這件事很特別 謝仙哥說四個國 巴比倫結果被波斯取代 是歸別國的人被人取代了 消失了 波斯又被希列取代 希列又被羅馬取代 是沒有了 所以是歸於別國的 但是這個天國 說到這個就是天國 是不歸於別國的人 是永遠沒有人能夠取代 並且打碎滅絕那一切的國 這個國會傳到永遠 會傳到永遠 天國是傳到永遠的 跟從耶穌的人 是會永遠能夠有天國 在這個今世和天上 我們有永遠的國度 是有很多證據證明 這個神是真的 這個其中一個預言 就能夠知道將來發生的事 我們就知道這個神是掌握一切 你看佛經不會有講到將來的事 你看伊斯蘭經也都看不到 有預言到將來的事 但是聖經是將將來的事 是很清楚 將那些國家逐個逐個說出來的 也都講到這個天國是傳到永遠 是不會被人消滅 和一樣東西會打碎滅絕那一切國 那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這個部分是未曾應驗的 因為這個什麼時候應驗呢 就是當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會滅絕所有國家 現在世上的國家 無論多強都好 這個國家將來到耶穌回來 全部都要毀滅 唯獨信靠耶穌的人能夠得到永生 所以這個天國是會滅絕一切的國家 那也都另一樣很特別的 其實譬如在羅馬帝國 他們逼迫基督徒逼迫得很厲害 他們會扔它到獅子坑 他們有時將羊皮包在基督徒身上 趕過到獅子坑 然後獅子就會咬死他們 又會釘基督徒 又會火燒基督徒 他們做很多這樣的事情 他們就以為可以將基督教完全消滅 其實在歷史上有不同的人想消滅基督教 另外一個就是希特拉 他又想殺所有猶太人 反而基督教在最困難的時候 就算在羅馬帝國的時候 他能夠很強盛 反而他在逼迫的時候強盛 也都是很多受逼迫的國家的基督徒 反而他們更加強盛 在被逼迫的情況 我們就看到天國是超越一切的國家 我們都求主幫助我們 成為一群被神使用的基督徒 去影響我們周圍基督徒 都愛主有力量 我們就影響周圍的人 這就是看得到神的掌權 神掌權的 這就是個圖 金頭就是巴比倫 要輸二章的人像 銀空就是馬代波斯 同覆就是希臘 他就會掌管天下 因為這個阿力山大帝 然後羅馬就鐵腿 他後來分為東西羅馬帝國 他的腳是半鐵半鈴 所以他是天壯如鐵 但他半強撥弱 很多人不能夠相合 神就在羅馬帝國 就成全這個天國 成就這個天國 就是神所要成就的事 在這個四個國 又預備耶穌來過很特別的 這四個帝國都有一個重要的預備功能 左邊就是巴比倫 巴比倫就是猶太人 因為他不聽從神 所以亡國了 猶太亡國 那時候就是預言耶穌來的時間 但要書第九章 我們下星期會講到預言耶穌來的時間 就是六十九個七 就是在巴比倫的時候 彈以你所預言的 跟著馬代波斯 很特別 馬代波斯是控制以色列人 他們被老的 但是波斯卻給他們回去重建聖殿 和重建聖殿 這是很特別的 為何他要捉那些人 為何要給他回去重建他的城 我用一個例子 這個國家被人滅了 他說麻煩你給我回去重建我的首都 別人肯不肯 你重建首都之後你想復國 但是他居然神感動他 因為聖經說了 耶利米說了 你七十年之後 你就會回去重建你的聖殿和聖殿 那時候真的 波斯的王容許他回去 他們就回去重建聖殿和聖殿 預備耶穌回來 還有波斯帝國就是發明 用釘十字架的形容 就是將來耶穌被釘十字架 但預言的時間是主持一千年 但到五百多年才有釘十字架的形容 然後希臘就是 阿歷山大大帝 他的老師大家會聽過 如果你讀西方歷史也會聽過 阿里士多德有沒有聽過 阿里士多德 如果你沒有讀西方歷史 你可能會知道英文名 阿里士多德是一個很出名的哲學家 他就是阿歷山大的老師 他爸爸就選了這個老師教他 不單止教他文學 和教他戰略 教他這種得性的心態 阿歷山大的大帝 他就很歡喜希臘的文化 和希臘的哲學 希臘的文字 所以他去到哪個城市 他就將那些學者帶到那個城市 就幫助當地人學希臘文 這件事很重要 為甚麼呢 到耶穌來之後 保羅全夫去到很多地方是用希臘文的 他寫新的聖經也是用希臘文的 那些人在整個羅馬帝國很多地方都懂得希臘文 因為阿歷山大帝 就是他預備了那些人有共同語言 如果我們在以前不同的時代 要去整個全世界全福音是很難 因為去一個國家又不同語言 例如這樣 雖然現在英文是一個統一的語言 但如果大家去歐洲 你會發覺如果那些人不懂英文 你去一個國家 法文德文意大利文 個個國家不同 你知不知怎學 你學到何時才學得完 但保羅只學意大利文 不是說了 希臘文 他去到很多地方 全部都可以用希臘文講道 那些人可以信耶穌 所以這就是神很特別的安排 就是神的掌管 他的掌管程度是很厲害很厲害的 神不是好像任得你們的國家發展 但譬如在這個時代 好像國家自己各自發展 但其實神在一切之中有他的計劃 有時的計劃我們不知道 不過到天堂我們便會知道 去到天堂問神 神為何這個國家會這樣 為何這個國家會這樣 你問神 神會到時解釋給你聽 為何有甚麼工作 好似簡單一個例子 今天在很多伊斯蘭國家 和在以色列 很多人他們不是信耶穌的 但有些人他們尋求神 神啊你是誰 因為他們在他們的宗教之下 就發覺很多問題 發覺那些人很多殘暴 那他們就問神 神啊你是誰 他們很出奇 他們是見到耶穌 有不同國家的人 那些人在網上 大家如果找英文 Saw Jesus 在YouTube那裏 見到耶穌會找到很多影片 就是那些人本來不信耶穌 他找到 見到耶穌 然後他就信耶穌 是很多這樣的人 我們曾經去過一些國家傳道的時候 他們都告訴我 他說我們經常都聽到 有些人見到耶穌 現在信耶穌 就是以前不是信耶穌的 這就是神很特別的工作 所以神是掌握一切的 去到羅馬很特別的 羅馬呢 其實羅馬時候才有大的城市 羅馬是有一百萬人 現在來說一百萬人是小耶穌 在那時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之前是沒有的 沒有這麼大的城市 那這麼大的城市 有什麼方法呢 一個就是道路 大家聽過 條條大路通羅馬 就是羅馬在羅馬帝國 整了大路去羅馬 那些城市 大城市也有通行的路 所以保羅去傳道是容易很多 這是第一 另外它有很多通水的道 因為這麼多人住的時候 很多水的 那羅馬人就建了很多通水道 他們都有很多公共的浴室 羅馬帝國有很多公共的浴室 因為其實那時候來說 不像我們現在那麼舒服 自己家裡有個洗澡房可以洗澡 他們沒有的 他們要去公共的浴室去洗澡 但是在以前的人來說 現在是很好的 所以羅馬帝國是能夠預備 這麼多人聚集 而能夠這麼多人聚集的時候 這樣的情況耶穌來到 因為在這個時候 就這麼多人可以認識到耶穌 所以基督教能夠這麼快廣傳 就是因為神預備羅馬帝國 就是耶穌來的時候 那時候 還有希律很特別 希律王 就在耶穌出生時 殺死的嬰孩那個希律 很殘忍 但他想圖猶太人居 就重建聖殿 重建聖殿很特別 在主前十九年開始起 起到耶穌出生時還在起 到耶稣开始传道时就已经起到差不多 起好了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圣殿是很漂亮的 是刚刚为祂起的 跟着耶稣来到圣殿就被毁灭了 就是后来主后七十年就被毁灭了 所以希律就会抗建圣殿 还有罗马人很喜欢建筑物 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 就发觉那个阿巴拉罕他们的墓 亦都是罗马人建的 很大座的 其实你看不到坟墓的 不过里面就有一座座的东西 就说这个就是他的墓 其实未一定在那里 他建了一座很大的建筑物 全部用很厚的石头建的 这就是罗马人的特色 亦都是做了很多纪念 圣经里面人物的一些建筑 亦都是罗马时候 圣殿耶路撒冷被毁灭 就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我们看到原来 最重要就是耶稣降生 又看到耶稣圣殿被毁灭 这就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就是说原来神知道了耶稣何时来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知道 神知道他何时回来 我们知道现在的国家 何时会有轻有衰 最重要我们是信靠神 当然我们都想祝福不同的国家 我们想将福音带给他们 我们不会去反抗国家 我们会去祝福他们 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有平安的日子 更多福音能够广传 这就是我们的心意 我们不会去敌党国家 但我们去祝福用耶稣的方法 用福音救恩去将福音传到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看到耶稣掌权 所以我们就不用怕了 就算有一天我们受迫伯 被人捉了去坐牢 我们都不怕 因为神会保守我们 好我现在简直讲到一些讨论的问题 待会大家分终讨论了 人能够预先知道国家会发生什么事 并且详细形容将来国家的特色 没人能够预言 十年之后会怎样的世界 真是很难想像 二十年之后怎样很难想像 但圣经一早预言定将来会发生的事 这几段经文有几个国家 大家讲不讲到 几个国家 用手指举起 四个国家 四个国家 是否是哪几个国家 我想大家应该记得 待会大家可以看回 但二章三十一节形容第二国 马代波斯两个臂 本来两个国家 它是两个手臂 所以分开两边 然后第三个国家掌管天下 这就是阿历山大大帝 神真的做他很特别 其实神将这个质数放在他里面 他小时候已经有打仗的心 当然神不是将犯罪的心放在人的心里面 但神赐予人不同的恩赐 神知道定将你这个人 就会打赢很多世界的地方 这就是神预备这个人阿历山大 然后第四个国家就是罗马 那罗马是什么特质呢 我们先问过 那些半铁半泥 还有很坚壮如铁 还有结果是会分开的 神又另立一个国家 他说明不败万又不归于别国的人 又打碎灭绝一切国 这个国全都永远 这个是什么国呢 譬如你带领人信主的时候 你都可以跟他问他 你能预知将来的事 这里所讲到这几个国家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自己兼顾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知道神长辈一切 将来历史发生的事 全部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听神说 我们一生都可以蒙福 由第七 圣经清楚讲到耶稣时代 和之前四个帝国 和预言耶稣在罗马时代建立 圣经怎样能够预言将来的事 是否证明圣经是神的说话呢 即是圣经怎知道 将来四个帝国和将来耶稣 会在第四个帝国建立这个天国呢 第七对不起应该第八 世上的列国都要过去 但天国会永远长存 那你想想成为天国的子民呢 即任何国家都要过去 但天国的子民是永远长存的 和在今世内生都能够享受 神的恩爱和恩典的 那你想想成为神的子民呢 怎样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呢 建立灵命呢 我们除了以上的问题可以加上这些问题 譬如一会大家可以选择建立灵灵的 你有没有看过神掌管世上的列国 即是由一个经文 你相信神掌管我们的生命 和世上一切的事吗 你相信你的路 你将来的路是神掌管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与死 我们健康与疾病 神一定掌管的了 不是神令到我们有病 有病是因为我们人有罪 所以人都是总会有病的 但神能够在疾病中帮助我们 那你能否相信神真的掌管你的生命 你一切在神的手中呢 那如果生命被神掌管有何后 有何益处呢 第三 世上的国家有人都会过去 那我们应不应该寄望在世上的国家呢 即是我们的盼望在世上的国家 还是在天国呢 第四 你想不想让神完全掌管你的生命 你怎样让神掌管你的生命呢 即基督徒你想怎样让神去掌管呢 那我们今日这个信息 第一端我们知道神是掌管天地一切 因为所有国家都是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呢 将我们的生命交给神 神一定掌管 我们的前路呢 亦都是神的手中 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说 神啊我的生命很宝贵 求主使用我的生命 掌管我的生命 让我走到神的路 那我的生命一定 必定永远蒙福的 我们一起起床 我们一起祈祷 求主赐给我们力量 走在神完美的计划 有信心 既然神预言到将来发生的事 以前发生的事 亦都能够预言 世界末日会发生的事 我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你是掌管一切 我们看到圣经的权威性 圣经知道在耶稣来的时候 之前四个帝国 圣经也都清楚讲出 这四个国家的特色 让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 神也都掌管我们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将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信靠神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 信靠神你是祝福我们生命的 听神话的人 遵从神的人 必定一生蒙福的 求主施恩祝福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跟从你走你的路 我们必定蒙福的 求主帮助我这一阵来到神面前 求主赦免我一切的罪 因为这些罪就会难阻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求主帮助我们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得着耶稣的救恩 得着耶稣的救恩之后 是跟从你 因为如果信耶稣 而没有遵从神 是会失去神的救恩的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失去神的救恩 是永远得着神的恩典 赐给我们火热的心 帮助抹后世代的人 更加爱耶稣 更加遵从耶稣 感谢天父 赞灭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 求主帮助大家 能够看到神长的一切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怕的 啊 吓 listed 你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